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卵心揭秘 身边这三内人是你人生最强的后盾 人生的旅途中充满了曲折和变幻莫测 没有人能够一直的一帆风顺 在付出努力的过程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戳折 然而正是这些困境中 一些特殊的人会伴随着我们走出低谷 成为我们人生的贵人 生命的巅峰和低谷是无法避免的 当我们陷入了困境 三穷水尽之际 真正的朋友会在我们的身旁 这样的朋友并非是那些在顺境时 纷至踏来的人 而是那些不离不弃 始终伴随着我们身边的知音 在历境中 其他人或许选择离去 家人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而疏远 而这位真正的朋友 却选择与你共同面对生活的困境 在这位朋友的陪伴下 我们感受到了友情的深沉的温冷 即便整个世界都对我们背离 这位朋友却是我们坚持的力量的源泉 他们在最需要支持和理解的时候出现 成为我们在漆黑的夜晚 找到唯一的星光 这种朋友不是仅在荣耀的时刻陪伴 而是在我们最脆弱 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们支持 这样的朋友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在我们低谷的时候 不至于迷失方向 他们不仅用言语传递了慰藉 更通过实际行动展现真挚的关心 当我们感受到世界对我们的嘲弄的时候 这位朋友给予了我们坚定的信心 帮助我们挺过难关 重新的振作起来 在友谊的坚固的基石上 我们共同经历风雨 共度生命的苦难 这位朋友与我们分享欢向 与我们共同患难 我们并非是一时的得失而离去 而是因为在乎我们的内心 愿意与我们携手前行 这样的友谊 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 连接着彼此的心理 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的旅途中 不再感受到孤独 因此当我们回首人生的真诚时 这位真正的朋友 将是我们记忆中最宝贵的存在 因为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给予了无私的陪伴和支持 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 总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人 他们就像是上天派来的贵人 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向前迈进 无论是何时何地 这些贵人都在我们身边 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他们的言行 仿佛是一盏明灯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在生活的坎坷和曲折中 当我们陷入了困境的时候 这些贵人的存在 如同一把力量的引导 引领我们走出困境 他们用激励人心的言语 给予我们坚持下去的信心 让我们深刻的明白 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 但只要有信念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他们的鼓励如同一股清风 吹走我们心中的迷茫和疑虑 为我们点燃希望的火焰 而当我们面临放弃的边缘的时候 这是这些贵人 给予了我们最强大的支持 他们的期望成为了 我们坚持不懈的力量的源泉 让我们不轻言放弃 勇往直前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信任和鼓励 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要为自己和他们共同努力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些贵人的支持 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语上 更是在行动中给予我们实质性的帮助 或许在工作上的合作 或者是生活中的无私的关怀 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对我们的真挚的关爱 他们默默付出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的温暖和宽广 这样的贵人 是我们生命中的宝贵的财富 需要倍加的珍惜 我们如同一把坚持的后盾 支撑着我们奋斗的步伐 让我们在风雨中保持坚韧 因此我们要学会感恩 感激生命中的这些贵人 让他们的付出不会白费 在我们成功的时候 让他们分享我们的喜悦 在困境中 不要忘记向他们亲属 寻找支持 因为有了这些贵人 我们的人生 才更加的丰富多彩 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在生活的征服上 家庭是我们最温馨的港湾 而家人则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当我们身负家庭责任 成为在这个小社会的顶梁柱的时候 生活中的坎坷和压力 也会接踵而至 然而在这个时候 如果家人能够与我们共同的面对困境 那么这个家庭就是真正和谐的 父母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早的引路人 他们默默的为我们付出 是我们坚持的后盾 当我们在职场上遇到困境 或者是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时候 父母的支持和鼓励 成为了我们重新振作的动力 他们的陪伴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 都是精神上的慰藉 让我们感受到无尽的温暖 其实是生活中最亲密的伴女 他们慢慢的支持着我们 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当我们经历工作上的压力 或者是一个人情感的波动时 妻子总是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 他们的陪伴使得家庭更加的温馨 让我们在外面风雨飘零的时候 能够在家找到心灵的安宁 还真是家庭中的希望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我们责任的重大 在孩子的眼中 父母是坚强的想象 是他们增长道路上的坎 家庭的和谐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而作为父母 我们也应该为孩子而更加的坚定的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在家庭的和谐中 我们不仅仅找到了重新振作的力量 更发现了生活的真谛 家和万事兴这句古训深刻的表达了家庭的重要性 当家人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人生的坎坷 我们的家庭就像是一艘坚固的船只 能够在风浪中前行 因此家人的陪伴不仅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无尽的幸福 在困境中 我们可以依靠家人的支持重新的站起来 而在幸福的时刻 我们也能够与家人共同的分享快乐 家庭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拥有 而家人的陪伴 则是这份美好的源泉 愿我们始终珍惜家庭和家人 共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创造更好的回忆 人生如同一场旅行 途中难免会遇到坎坷 但当我们有这样的贵人相伴的时候 人生的路上会变得更加的宽广 更加的有意义 身边的朋友贵人 以及家人的支持和陪伴 构成了我们人生旅程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每一个困境面前 都有这些人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们 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动力 因此无论何时何地 请珍惜身边的这些贵人 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征途上走得更远 更加的坚强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